我們來這邊來看看怎麼把光暈加進來 讓他的這個比畫有點發光的效果 那光暈在哪裡 在Effect裡面 有一個應該叫Perspective 抱歉 應該是叫Styler 有一個叫Crow 樣式裡面Styler就是樣式 找到Crow 發光 按下去 有沒有這樣就發光了 所以你如果希望他比畫有點發光的效果 可以像這樣增加進來 那至於說發光的範圍 這個就跟各位在用Photoshop很像 因為這個參數的調整都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簡單到這邊就好 那我們重點把它擺在 如果你想像我們上面這邊 有沒有 有一次鋼筆可以跟著他走 或者像我們這邊的粉筆 我想要讓他跟著這個路徑走 那該怎麼樣才能夠產生出來 所以我們來看看 我們先用鋼筆為主好了 你就回到這個Perspective 因為我裡面這個鋼筆 PSD已經準備好了 你就可以把它丟出來 丟到我們這邊 丟出來 還是你要用蠟筆這裡也有 隨便你 好 丟出來 那一開始丟出來他很大一隻 所以你可以縮小一下 怎麼縮小 好 找到Scale 你看鍵盤上的S 這樣比較快 就是只有這個屬性 秀出來了 你就把它拖曳一下 就可以縮小了 好 差不多 那縮小之後呢 各位還是不要忘記囉 好 因為我們物預設的話 物件 中心點 他會放在正中間 可是我們大概要寫是要用筆尖去對 所以你需要 搭配一下我們上面這個中心點的工具 在A裡面 跟Elatry的Photoshop不一樣 他的中心點工具 他真的有一個圖 有沒有 就是這個 可是我還是一直強調 他就只有移動中心點而已 沒有什麼其他功能 所以當你把它移動完成 記得一定要回到哪裡 你看我現在移到筆尖之後 我一定要回到鍵盤 這樣子你才可以使用其他的功能 不然 你留在中心點 你會發現什麼功能都不能用 就只有移動中心點而已 好不好 所以你可以像這樣先把鋼筆先準備好 中心點先調整一下 你要用那個 蠟筆啊 意思都一樣 現在我們來指定 這個鋼筆的路徑 這個跟我們 上個禮拜 上上禮拜做的 是一樣的 就是導引線動畫 對不對 也就是這一條 這個鋼筆要沿著我們指定的那條路徑走 所以你可以從以拉筆摳過來 但是呢 如果偷懶的 我就直接從下面這裡摳過來就好啦 有沒有 這個拿過來用就好啦 那 因為呢 這個的話 它是照這樣走嘛 所以我就從這邊抓 只是 因為它有分成三個筆畫 所以 如果說 你畫的這個筆畫 還要搭上鋼筆的話 那鋼筆就要分三次來做 就三個塗層來做 如果不能像這樣一次就完成 因為它是 它的路線是斷掉的 我們要做導引線有一個前提 就是路線不能斷掉 好 路線不能斷掉 所以我現在先把我的這兩個 2跟3 我先拿掉一下 2跟3 好 你如果不拿掉 當然也可以 就是透過那個筆畫那邊 那我現在單純一點 就是我現在只有一個這樣子 有沒有 那我現在呢 就來把這個路徑 還記得我們之前怎麼做嗎 第一個 你要點到這裡 有沒有 要做導引線 是不是要先點到Paste 這個一定要點到喔 你不能點到這邊 也不能只點到這裡喔 一定要點到 MaskPaste這裡 Ctrl加C 好 點到這邊之後 我們把這個 按Ctrl加C 複製 好 複製好之後呢 回到鋼筆這個圖層 但是不是在這邊就貼上喔 要在什麼狀態下 它能夠貼上 要在Position這裡 你一定要點到Position 這時候貼上去 才會變成它的導引線 如果你沒有點到這邊 只有點到這裡 它只會把你的路徑貼過來 但是它不會變成導引線 所以一定要點到Position 那你也要注意一下你的時間軸的位置喔 因為我如果時間軸在這裡 表示我一開始 就從這邊動 如果你時間軸在後面 代表什麼 我從這邊才開始做這個導引線動 這個你要稍微留意一下 兩個要同步 所以我就回到第一個時間點 確認我已經點到Position了 這時候我按下Ctrl加V 有沒有這樣就貼進來了 所以你讓它動一下時間軸 有沒有開始寫了 是不是寫的範圍跟它一樣 但是現在是不是有一個不同 速度不一樣 對不對 為什麼 來我們看一下 你可以從關鍵格看到 我們現在的2秒鐘就解決 可是它是不是寫了4秒鐘 所以我只要先在旁邊點一下 因為預設現在全部選起來 我先點一下旁邊 把最後面這關鍵格 結束關鍵格往後拉 但是我要對習的話 我通常會按住什麼 Shift 就是我在拉動這裡的時候 我會按住Shift 這樣的話我會自動對到 那中間它就會自動分隔開來 因為我們做導引線的時候 各位應該很清楚 前面這兩個就是起點跟中點 中間會有幾格 是由誰決定的 由你的被之曲線的節點決定的 所以我中間有123455個節點 再加上前面兩個 是不是7個節點 所以這個它自動幫你平均分配 那我們現在這樣子 有沒有感覺 筆畫跟筆 是不是已經接起來了 這樣了解了 所以這個部分你就可以參考一下 像這樣 用第三個方法 就是以拉吹的方式 你把路徑做好 放進來 其實就很快 所以 因為我們中間已經有學過導引線東話 那在這邊我就不用強調太多 就是一樣的方式 只是你拿來當作筆記來用而已